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我是万亿 这个位置是我们昨天的露营地 这里位于满洲里的满洲里亚公园 这里也叫满洲里北公园 建在一个很漂亮的湖边 满洲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陆运口岸城市 现在特殊时期,来到这里的俄罗斯人是比较少的 听当地人讲,往年在这个时候 满街都是俄罗斯的小车在跑 到处都能看到俄罗斯的人到我们满洲里来做贸易生意 这里人口不多,十来万人 但是经济很发达 这里的建筑主要是以俄罗斯的这种 偏欧式的这种建筑风格为主 我相信昨天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我在刚刚进入满洲里市区的时候 拍了一小段视频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我们国内很多城市都看不到这样的一国风情 而在满洲里这个地方 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我身在了 就像国外一样 这种到处都是欧式的建筑 特别的漂亮 看上去也特别的浪漫 早上沿着这个湖走一走 晒晒太阳 感觉很好 一会儿 我们几个都会出去逛逛街 到了满洲里了以后 有很多可以买到的俄罗斯商品 我想去买一件那种冬天可以扛冻的 那种比较厚一点的衣服 看看一会儿我们去到那个免税店 能不能选到 在家要乖啊 在家要乖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一会儿回来啊 在家乖一点啊 逛逛街 逛了一上午,腿都走软了 终于选到了一件厚的 老板说这件衣服零下30度都没问题 在这儿,一会儿回去再试一下 给大家看看,是很暖和 先回营地了 现在是晚上的6点,外边的天已经都黑了 北方城市就是这样 如果是再过个一个多月,天更凉了以后 估计下午得在四五点钟天就黑了吧 阿彪的衣服还给他晾在外边 这两天我看朋友们的评论 好多都讲,现在小阿彪最好不要给他穿衣服 说是会影响对他皮肤不好 我想想这也有道理 所以在没下雪之前 我打算先把他这衣服给他收起来 到时候如果是特别冷的时候再给穿 再过半个月左右 到时候我看再给他买一下大一点的 这个现在穿呢 现在穿正好 再过半个月我估计真的还是穿不下了 先给他放起来吧 今天去到绸电花花去洗澡的时候 给阿彪买了一个给他梳毛的梳子 之前都是一直用花花的梳子在给他梳 还是得买一个方便 明天明天白天到外边去给小阿彪梳梳一下 小阿彪梳梳一下毛可漂亮了 狗粮给他泡上了 一会儿再煮个鸡蛋 好不好小阿彪一会儿再给你煮个鸡蛋 嘿嘿嘿 如果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我喜欢先用电水壶烧水 因为这样可以接入用气 天气好的时候呢 我这车的太阳能板的话 一天也能发到有一个电 所以这样总体来说 还是要划算一点 对了 今天买的件衣服 那个老板说 在俄罗斯那么冷的地方 零下30度 40度 穿这个衣服就能扛得住 羊皮 来了满洲礼 也买件羊气的衣服 厚衣服 擦一擦 躺动 挂起来 怎么了 哈哈哈哈 啊 我买了新衣服 没有给你买吗 哈哈哈 你抱着我干嘛 老规矩 阿彪吃蛋黄 我吃蛋清 我估计就这一颗小小的蛋黄 我估计就这一颗小小的蛋黄 阿彪应该是秒吃 哈哈哈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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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欸 乖 快 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快啊 阿彪 有点儿 有点儿意犹未尽啊 狗粮刚刚给他吃过了 其实应该把它拌到狗粮里边 但是我刚刚怕他饿了 先吃了狗粮 因为鸡蛋刚煮出来还是烫的 明天再吃 阿彪 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帮我点个关注 拜拜